你认为我值不值钱 我最喜欢爽快的人 大姐 小玉 这个长得像二代僵尸矿附生的小男孩 正是魔教第一人念北非的儿子燕姑红 他因不甘躯居于仇人之手 孤儿跳入大海不知所踪 三年时间过去 燕姑红大难不死化名白云 成为了一名四处流浪的孤儿 由于四处都在闹饥荒 几天未禁食的白云晕倒在了水潭边 等他醒来发现被一名少女所救 少女名叫星小月 他将白云带回了破屋 破屋中同样有着三名孤儿 他们分别是韩辉里麦以及长欢 也是白云以后的好兄弟 多年以后 五个孤儿皆已长大成人 血因飞心宫头克扣宫前 愤怒之下杀了人 遭到追杀逃到了风流芳 风流芳看似是烟花之地 实则是一个杀手组织 令追杀之人望而却步 你们是什么人 难敢闯进风流芳 我们被人追杀了 请你收留我们 我为什么要收留你们 星小月向风流芳的老板 猥琐男求救 猥琐男在得知五人的遭遇后 并没有心声连领帮他们一把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没有利益的事情 猥琐男不会去做 星小月为了五人的安危 只得把自己献给了猥琐男 你认为我支不支钱 我最喜欢爽快的人 好 我答应你们 谢谢老板 你们四条命以后就是我的 以后你们四个 就是风流芳的杀手 给我赚钱替我杀人 外面追杀你们的人 我会替你们拜平他 猥琐男心花怒放地抱起星小月 一步步地走向风流芳的客房 白云等人看在眼里万般无奈 只恨自己无力阻止这一切 白云四人就此留在了风流芳 然而用大姐星小月的清白之身 才换取他们四人的性命 让白云四人非常屈辱 如果我有本事 一定杀了那个老板 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 杀不了也要杀 我一定要为大姐出一口气 对 不能让小月白白受侮辱 白云的话音刚落 便传来了星小月的惨叫声 四人来到猥琐男的房间外 听见了猥琐男变态的狂笑声 以及星小月无力的那喊声 不久之后 猥琐男一脸得意地走了出来 大感不妙的四人连忙去往房间查看 见到了满身伤痕的星小月 看着星小月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白云四人再也无法忍受 纷纷杀气腾腾地跑了出去 夜晚降临 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白云四人各持一把匕首 守在了风流芳的门口 白云四人围攻起了猥琐男 猥琐男虽然武功不弱 奈何双拳难敌四手 将白云四人打伤的同时 自己也伸中数剑受伤不轻 白云强撑着站起身来 一剑刺入猥琐男的腹中 猥琐男转身想要逃走 却被突然出现的星小月一剑送走 白云五人杀死猥琐男后 纠缎成为了隐藏暗中的夺命杀手 数年之后 白云经过不断的修炼 终于能够独当一面 这天星小月飞哥传书给白云 要他刺杀白沙堡的堡主白天岩 接到消息的白云立刻动身 来到白沙堡附近打探情况 远远跟在了白天岩身后 恰巧遇见白天岩被对头刺杀 发现白天岩不仅自己武功高强 身边还有两名极其厉害的护院 三人联手之下喊逢敌手 仅仅几个照面的时间 就杀死了二十几名前来刺杀的杀手 显然这个任务的难度不小 为了找出白天岩的弱点 白云化名阿吉进入白沙堡 一边替白天岩端查地水 一边暗中观察白天岩 白天岩白沙堡保主 为人浩大喜功 又是个很小心的人 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身边的两个护院 两个都是高手 带上白天岩横练霸王刀 要在白沙堡里杀他 简直不可能